因为了一个仙兽 不许损伤自己的身体 打击 皇朝姑姑 我对阿姨的心意 护他周全的决心 你应该都清楚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阿姨 阿姨 贤善 你 我正是担心洪臭大人 关心则乱 才一直看着阿姨 他无论如何 都是我大泽山的弟子 我不会让谁 肆意伤他性命 他活着 威胁的可是小神君 和大泽山的安危 你可不要在要紧事上糊涂 你把他给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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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发生了何事 红仇姑姑为何在此 小神君莫闹 红仇提及忘忧仙果 可助贤逐康复 阿姨就同门兴起 便要冒险一事 阿姨 仙剑山崖突起昼风 阿姨不过是受了些震荡 晕了过去 醒来自当无碍了 姑姑明知 阿姨先离手间 为何还要告诉他这些 难道没有预料到 危险会发生吗 红仇 赤诚真心一片 做事 若有不周全之处 愿小神君惩处 阿姨 阿姨 我已给阿英打赏我的回应 如若她遇到危险 我会护她周全 小神君何等尊贵 请为了一个仙兽 不许损伤自己的身体打击 同仇姑姑 我对阿英的心意 护她周全的决心 你应该都清楚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